我是历代最邪恶的大奸臣 也是随意操控帝国国政的实权者 可无所不能的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鱼语之乐 所以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 我决定启动转世大法重来一生 即便生存几率只有百分之一 也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有钱有势武功高强又能如何 到头来还不是一个没了老二的死太监 遥想十二岁那年 自己被黑心的奴隶伤人骗走后 他就捡下我的老二将我迈进了皇宫 此后的岁月里 我为了找回老二 不仅访便了所有名医 还专心修炼成为了皇宫第一高手 甚至还将无脑的皇帝变成了自己的傀儡 可最终老天却不遂人愿 所以我做好了转世仪式的准备 下辈子定要享受云语之乐 妻妾三千 不然绝对不能弥补我今生所悍 就在这时 皇帝哭哭啼啼地找了过来 李爷爷 云语之乐真的那么重要吗 只要你终止这个仪式 我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 可我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还吩咐手下将他强行送了回去 可能因为从小看他长大的缘故 我早已将他视为了自己的亲妹妹 即使他开的条件让我有点动摇 但我深知身为男人最大的悲哀就是 站不起来了 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玄机我命令法师赶紧继续 随着转世大法的启动 无数道刺眼的光芒开始从我体内暴摄而出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 却发现一个老家伙正坐在我的旁边 见此我下半身不由一己 因为此人正是前世剪掉我老二的王三 这让我满脸困惑 这家伙不是被山贼砍死了吗 为什么会好好地出现在这里 难道自己不是转世而是重生了吗 想把我急忙掀开裤子看了一眼 还好还好 老二还在 老家伙看着我的操作也是一头雾水 孩子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文词我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露出了一抹一味深长的微笑 大叔谢谢你救了我 但我现在手腕有点疼 你能带我去附近的医馆看看吗 老家伙故作关心地将我扶起 还告诉我他家正巧有很多草药 我冷哼一笑 紧接着就折断了他的一根手指 怎么 你这是想绑架我 然后剪断我的老二让我变成太监吗 文言老家伙满脸震惊 你 你怎么会吃 话没说完 我又反手折断了他的胳膊 皇宫第一高手的伸手可不是盖的 虽然现在没有内功 但好在前世学到的武功都还记得 随后我双手勒住他的喉咙立声道 我曾在皇宫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当得知你被山贼砍死后 你知道我有多么惋惜吗 就是你这个该死的奴隶商人 让我当了一辈子的太监 说到我就直接扭断了他的脖子 甚至还不解气地朝他吐了一把口水 前世手握权力金钱却什么都享受不到 但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这一世我要为云雨之乐而活 两个月后 我正在朝着空铜山的山顶爬去 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我一定会坚持 因为这个世上没有比云雨之乐更让我期待的 虽然花点钱就能享受 但我绝不能把几十年的童子 伸陷给这种低级的快乐 我必须要和爵士每人谈一场甜蜜的恋爱 那种相互彼此的爱慕 才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快乐 这就是我追求的云雨之乐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积累财富和名声 而我来空铜山的目的 就是加入以道家为中心的空铜派 他结合了儒教佛教道教三种武功 也算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 但由于功法的混杂性 总有人会把他和魔教邪派搞混 只要我能顺利加入 然后再结合未来的情报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江湖上呼风唤雨的大英雄 想到这我不自觉地音效起来 片刻后 我终于抵达了空铜派的大门口 我毕恭行李道 在下李哲秀 请问有人在吗 听到稚嫩的声音老道士满脸惊讶 难道大冬天也有小孩子爬空铜山吗 眼看无人应答 我又对着门口大吼 山贼害我失去了父母 现在我只想变强为父母报仇 还请空铜派收我为徒吧 下一秒老道士突然炸裂现身 这么小的孩子孤身一人爬空铜山 你难道不怕死吗 我坚定地表示这些跟加入空铜派相比都不算什么 老道士闻言顿了几秒 紧接着就让我伸出手和胳膊 在经过一番摸脉后 他当即判断出我上山用了图卖法 这是一种以蓄器为基础的心法 既然你已经领悟到此法 就说明你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这些都是父母教你的吗 我昧着良心点了点头 并表示练这个只是为了提高精力 随后老道士开始做起自我介绍 我是空铜派掌门全英 本来加入门派需要经历各种考核 但看在你资质不错的份上 就破例于你入门吧 听闻此话 我表面上表现得十分兴奋 背地里却是露出了一副得逞的表情 因为快要垮掉的空铜派 怎么会拒绝新的徒弟呢 想把我又抽空做了几组提高运动 为了以后的云语之乐 现在必须时刻锻炼起来 可当我真正踏进空铜派后 眼前破败的景象 还是出乎了我的预料 虽然贵为九邦一派的空铜派 在五十年前的正魔大战中损失惨重 但到现在连一个完整的阁楼 都没有是不是太夸张了 就在这时 掌门突然开口说 要为我介绍一位师兄 而我自然也知道这位师兄是谁 那便是日后被人尊称为 剑圣的刘振辉 眼下正好可以在他崛起之前 花一些心思把他拉拢到自己这边 随后经过掌门的一番介绍 一阵激烈的雪暴就迎面扑来 下一秒一个萨爽的身姿 就出现在我眼前 师弟你好 我叫刘振辉 见此一幕我满脸惊诧 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帅 这和前世的画像简直天差地别 很多女人为他争通吃醋 看来是真的 想到这我整队人都不好了 这样下去 未来的美人是不是都成他的 看我脸色不对 刘振辉关心地询问 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表面回应他自己只是有些怕生 内心却是在祈祷 他的老二只有三厘米 这时刘振辉突然拉起了我的胳膊 跟我走吧 我有很多地方想要给你介绍 在经过我的同意后 他就如同放风筝似的 将我拽离了这里 可悲男人一直这样拉着 让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我奋力甩开了他的手 师兄 你快放手 见此刘振辉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不好意思地表达了歉意 第一次有个师弟 我太开心了 是吓到你了吗 在冷静下来后 我也向他道歉表示是自己反应过多 现在可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为了以后考虑 眼下我必须要和刘振辉保持友好关系 随后刘振辉开始给我讲起了空同派的历史 在镇魔大战后 这里只剩下了掌门居住的玄河宫 和弟子们居住的清云阁 但请你相信空同派不会就此没落 从掌门那里听说 镇魔大战时没人想到 魔教会最先攻击势力最强的空同派 听到这我突然将他打断 因为他又慢慢朝我走过来了 我能理解师兄想把这里的历史告诉我 但我们可不可以保持些距离 我有点害羞 闻此刘振辉变得有些沮丧 迫于无奈我又急忙上前说道 师兄 我想继续听你讲空同派的历史 听闻此话刘振辉瞬间高兴起来 而我则是一脸得意 哄一个同名的男孩子 只要说些他们愿意听的就可以了 掌门看着渐渐变小的雪不惊感叹 看来空同山的冬天要结束了 记得十年前 也是在这个时候捡到了孤儿刘振辉 在发现他是习武的天才后 我就一直全心全意培养他 只希望他能重铸空同派的荣光 而哲秀的到来 刚好可以让他提前和年龄相仿的男人打上交道 并以此学会不被男人发现他女扮男装的方法 回到房间后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今天是我加入空同派的第一天 也是充满意义的一天 可这一切都被那个刘振辉给毁了 要知道他可是空同派的爵士麒麟 天才中的天才 钱是他的爱慕者甚至为了他 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场兴风血雨 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能重建空同派的大人物 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这种具备了能力人品外表人 为什么看都不看女人一眼 世人都说他痴迷武功 但今天我算是明白了 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姬老 这让我想起前世在皇宫时 亲眼见过那些没有老二的太监 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不断开辟新的道路 可我不是姬老啊 我是个要成为精力王的男人 绝不能让刘振辉对我的后面产生非分之想 想罢看着精神为你的老二 我又想到了另一种锻炼方法 眼下正好夜深人静 是时候动用欧客运动了 重生后第一天 我就发誓要为享受云语之乐而活 始因前世我是一个守了50年童子生的大太监 所以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 我必须快速积累起财富和名声 于是我败入了虎落平阳的空同派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前世振兴空同派的剑圣刘振辉 竟是一名表里不一的鸡老 这让我想起曾经在皇宫窥盗的一幕 没了老二的太监为了心中那份渴望 竟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让我后面不由一己 我可是要成为精力王的男人 绝不能让刘振辉对我的后面产生非分之想 想罢看着维米一天的老二 我又想起了一种锻炼方法 眼下正好夜深人静 是时候动用欧客运动 与此同时 显露出女儿身的刘振辉也想不明白 今天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竟对刚入门的师弟犯了两次错 可能是因为突然多了一个家人 太开心了实在没忍住 难道这就是有了兄弟的感觉吗 想到这刘振辉的脸上不禁泛起了一抹红欲 希望我们以后的关系能亲密到可以勾肩搭背的程度 第二天 太阳刚刚升起 我就已经打扫好了厨房 虽然早有预料 但不得不说空棚派是真穷啊 可这些对于我想成为大英雄和渠道三七四七而言 根本算不了什么 眼下必须珍惜每分每秒 给掌门和师兄留下好的印象 想罢我又抽空做了几组提纲运动 就在这时 刘振辉突然闯了进来 师弟 你是一个人在准备早饭吗 我慌忙回应这是师弟应该做的 刘振辉文此顿时喜笑颜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机灵勤劳的孩子 我一边附和一边暗叹 不得不说他这张脸是真特么帅啊 如果我能有他的一半 就不用再努力了 想罢我向他解释是因为又是失去了父母 所以很早就懂事了 如果我私自行动让你感到不快 我向你道歉 刘振辉急忙摆手致钱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你和我都是孤儿同病相连 所以就想过来帮帮你 这让我一阵无语 这家伙从昨天开始就一直道歉 他这是想证明自己是个老好人吗 随后刘振辉提出要帮我摘菜做饭 看来这家伙十分在乎师兄弟之间的感情啊 不过也是 前世见胜刘振辉就只有一个 被称为正道第一花的师妹 但那也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现在就只有我一个朋友 如果只是因为这个 那么就先陪他玩了吧 于是我表面友好的示意 他只需在一旁指导就好了 内心想的却是绝对不能和他成为朋友 因为我只想借助他 未来获得名声 或者利用他的名声去掌握美你 让他们沉浸在我的魅力之中 就在这时 摆放厨具的木架突然断了 而上面的大铁锅正巧朝着我的方位砸来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手突然扶住了我的腰 还紧握着我的手 来人正是刘振辉 师弟 你没事吧 此时此景简直令人无法呼吸 一时之间也让我不禁羞红了脸 同时我也在刘振辉身上 闻到了一股野花的香气 但很快我就察觉到了不对 师兄快松手 不要再往下摸了 刘振辉急忙后退红着脸 向我解释这都是误会 还说绝对没有对我起歪心思 我也只能回应他不要脸红 气氛都变得奇怪了 看着手足无措的刘振辉 我也深感无奈 师兄 以后这种粗活就让我这个小师弟自己做吧 不然被师父看见了 肯定气得大骂师门的秩序都被毁了 刘振辉嘴上硬了下来 可身体又不诚实地帮我收拾起来 两个月后 空同派的练武场 师父正在向我解释武功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内功 所以不断吃各种灵丹妙药 还有人说是外功 所以不停挥舞拳头 但是真正强大的则是 内功和外功恰到好处的调和 两者完美统一才会让武功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蹲马步 所以修炼时你可不能偷懒 姿势更是要保持标准 就算师父不说我也不打算松懈 因为这也是为了增强我的精力 强壮我的老二 为了以后的云语之乐 这点辛苦都是甜蜜的 以前没了老二做太监时 就算拼命练外功 也无法摆脱中性的感觉 那都是因为自己练了那本该死的秘籍 葵花宝典 一想到这我就愈发生气 并暗暗发誓这一生一定要过上精英男人的生活 就在这时 刘振辉突然找了过来 师父说今天的修炼结束了 让我来接你 我也没想到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可这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 为了尽早脱胎换骨 看来必须想点其他方法了 我是权倾朝野的大太监 也是操控国政的实权者 可无所不能的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云语之乐 于是为了心中的这份渴望 我转世重生了 并且还败入了未来最强门派空同派 可我深知想要成为精力王一样的男人 仅仅是基础训练还远远不够 而想要在憧憬的九十肉林中固执疲倦 最重要的还是心肺持久力 于是夜晚时分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小树林 如果被师父发现我偷偷修炼 肯定会把我臭骂一顿的 但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开始了深夜运动 可还没跑出多远 我就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来人正是刘振辉 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把我吓了一跳 结果一个不留神就摔了出去 师 师兄你怎么在这里啊 可换来的却是刘振辉的一顿呵斥 我看你鬼鬼祟祟的溜出青云阁 所以就跟了过来 自己有一年的内功 说不定靠气感就能提前发现师兄的动静 而眼下如果封不上他的嘴 他给师父打报告的话 那么这必将是一场损失经历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只好谎称这样做是有苦衷的 因为我并不像师兄这般天资聪慧 我只是一个交易学医的蠢才 可我并不想输给任何人 也不想被师父赶出这里去街上流浪 如果我不刻苦修炼 别说比肩师兄 甚至就连站在师兄旁边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师兄可不可以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师父 在我动情的演绎下 刘振辉沉默 也让他想起了儿时被抛弃的经历 只因他从小就被人视为怪物 直到师父的出现才给他带来的希望 更是让他明白自己也是站在这片天空下的人 就这样他跟师父上了空铜山 想把他就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 对不起师弟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苦衷 不过你放心 师父肯定不会因为你学得慢 就把你赶出去的 只要你进入空铜派 无论你做什么 我和师父永远都会站在你身边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 就可以像现在这样依靠我 此时此景又让我整个人不好了 这种话一定要抱起来说吗 不对 我的第一次拥抱应该献给爵士美女才对 于是我试图挣脱 可无论我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 该死的刘振辉 我守了几十年的纯情就这样被你夺走了 但很快我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为什么他那里是转呼呼的 这时刘振辉终于将我松开 师弟 现在好多了吗 看着他一脸真诚的神色 我内心反而生出了几丝怜悯 没想到被称为天舞之体的刘振辉 居然是雌雄同体发育症 虽然他那里是软呼呼的 但我十分肯定刘振辉是个男人 因为这是前世皇宫情报组织调查出来的结果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 师父告诉我根骨基础已经打磨完毕 接下来就可以减少基础训练 开始专注修炼内功了 刘振辉开心地向我表达了祝贺 可我却高兴不起来 虽然能学习内功是一件好事 但刘振辉这段时间的骚扰 简直让我快受不了 想到这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现在可是有个比刘振辉更重要的问题 随后我告诉师父自己不想减少基础训练 因为大部分人将外功练到维持体型的程度后 就会把精力放在内功剑术和步伐上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我表面上解释自己是个庸才 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辅佐师兄重建师们 虽然这样效率很低 但碰到相同的招式 力气大的那一方就会占有优势 实则内心想的确实 只有外功才能练出吸引女人的完美体魄 不然用现在这张脸 就算再怎么对女人献殷勤 都无法改变长得不如刘振辉的事实 所以完美的体魄和持久的精力 还是日后云语之乐的关键 想把我一脸坚定地请求道 师父请快同意吧 在人人都崇尚内功心法的时代 我却只想专注于基础训练 师父还以为是我傻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只有基础训练才能锻炼出 持久的精力和完美的体魄 才能在憧憬的九十肉林中 不知疲倦 只因前世 我是一个守了五十年童子生的大太监 所以为了心中的那份渴望 今生 我只为云语之乐而活 随后我一脸坚定地请求道 师父 请允许我继续修炼外功吧 这让师父倍感惊诧 难道哲秀已经知道 自己的天赋很普通了吗 虽然他的这种想法 对那些名门大派来说是错误答案 但对于重建没落的空同派 却是最优解 于是他二话没说 就将一本秘籍递到了我的跟前 拿着吧 这是内功小杨心法的口诀 虽然这个江湖对没有才华的人很无情 但只要你肯努力 就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人 所以我允许你内外兼修了 现在我就将小杨心法传授与你 文词我满脸欣喜地印了下来 很快就在一切准备完毕后 师父便开始给我输送起真气 还让我按照刚才的口诀一动气息 此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一股热气 在我心口汇聚 这是前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受 他不像葵花宝典般彻骨的寒冷 而是像温和的太阳在血管里流动 这难道就是凉气 随后师父祝贺我学会了内功 感受着与前世不一样的变化 我内心一阵暗叹 我终于不再是太监了 时间来到晚上 刘振辉找到师父 并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师父 我也想增加练外功的时间 毕竟作为师兄 亲身引导师弟也是我的责任 听罢师父脸上流露出一丝喜悦 你现在终于知道如何培养有爱了 就按你的想法做吧 对你来说这些都是你要学的东西 带刘振辉走后 师父独自望着窗外不禁感叹 振辉和哲秀年纪这么小 就为振兴空童派而努力 这次先尸的遗愿终于能完成了 与此同时 空童派的山脚下 莫名出现了许多被咬死的动物 很快 一条三只眼的巨蟒就从尸体旁掠过 第二天 一户人家看着被破坏的畜舍满脸疑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家畜本打算今天拿到集市卖的 现在竟全部消失了 说着一口气 没提上来就气得晕了过去 原来老农本打算卖了家畜 把换来的钱捐给空童派 即使家里很穷 他也想尽所能地帮助空童派 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而孙子却对爷爷的做法十分不解 那个乞丐窝一样的空童派算什么呀 你现在都病倒了 为什么还想着这么做 说吧就气鼓鼓地跑了出去 爷爷也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他没见过空童派强盛的样子 那可是甘肃第一门派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是被我种下希望和梦想的地方 但自魔教入侵后 那个令人憧憬的空童派就被人遗忘了 与此同时 为了梦想 我也在努力修炼 感受着丹田里积累的阳气 我一阵暗息 这种感觉简直太美妙了 不过在使用小阳心法时总觉得有点怪 难道是因为前世修炼了葵花宝典的缘故吗 师父之前说过 代表本派的文样是逆太极 这是象征着师祖们教导的阴阳颠倒 怕是止水在上面流火在下面烧 因此瞧不上我们 但空童派一直以来的宗旨 就是匡扶正义铲除魔教 想到这我不禁庆幸 还好败入了空童派 以魔制魔才是真男人的武功 就在这时 一道声响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男孩声嘶力竭地呼喊 如果这里真的是重视狭义的甘肃第一门派 就请你们帮帮我们吧 听到声响的刘振辉也从房间走了出来 待我们见到小男孩后 他就将一切的遭遇全盘拖出 这让我感到十分不解 你们家牲畜被偷不是应该报关的吗 小男孩道出了心中想法 我觉得那不像是人做的事情 就算是偷也没必要毁掉畜舍 那些家畜可都是爷爷多年的心血 爷爷本打算将他们卖了资助空童派 但现在不仅梦想没了 他也被气得病饱了 所以还请你们帮帮我们吧 击杀了击杀了 在我和刘振辉的完美配合下 变异的三眼巨蟒终于被我们击杀了 结果由于中了蛇毒的原因 我的身体竟开始不听使唤了 就在小男孩跑来空童山寻求帮助后 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和刘振辉最终同意先跟他下去看看 可当看到出射被破坏的景象后 我满脸震惊 这好像是蛇爬过的痕迹 而且还是条罕见的巨蟒 随后我向刘振辉询问在空童山 有没有听说过巨蟒的存在 刘振辉急于否认 空童山若是有危险的动物 师父都会及时出手解决掉 这让我再次陷入沉思 空童山乃道叫圣地 是座灵山 如果吃下这么大的巨蟒 那么精力一定可以得到巨肤提升 于是我私自将这件事情硬了下来 可刘振辉却一脸担忧 瞒着师父真的没事吗 我与李俱争 空童山的居民寻求帮助 我们不能拒绝吧 况且还是这么有孝心的孩子 如果真的是巨蟒做的 在出现更多损失之前 就让我们一起解决掉吧 刘振辉文词也终于同意下来 在将小男孩送回家后 我便和刘振辉顺着地面的痕迹 一路追查起了巨蟒的行踪 可刘振辉还是对瞒着师父 私下行动的事情放心不下 我再次苦口婆心相全 师兄不必担心 我们这可是在做好事啊 安抚好刘振辉后 我虎区顿失一阵 因为巨蟒的痕迹在这里竟消失了 这时身后的刘振辉 突然扯着嗓子大喊危险 下一秒巨蟒就从头顶袭来一口咬住了我 看着如此庞大的巨蟒我一阵暗息 只要熬过了这次危机 不仅能加强精力 说不定还能像前世一样 找到空铜派的绝学 随后刘振辉提剑赶来准备救我 可当一剑下去后 他整个人都傻了 由于巨蟒鳞片太硬 这一击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还被他一个白尾狠狠地击飞出去 眼看刘振辉靠不住 我摸到一根木头就朝巨蟒的眼睛刺去 伴着一声痛苦的哀嚎 我也趁机拉开了距离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净中了舌度 在刘振辉赶来后 我急忙提醒他要小心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被抱走的巨蟒盯上 刘振辉告诉我巨蟒的身体很硬 而且攻击速度也非常快 必须要找到弱点一击毙命才行 闻此我急忙思考起应对之策 现在的刘振辉还没有成长起来 根本不是巨蟒的对手 我有前世内功的基础 就算中了舌度还能坚持一回 但是刘振辉要是也中了舌度的话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所以我必须给他创造进攻机会 想把我直接脱下衣服试一道 师兄 我去吸引他的注意 你运用小杨心法提高剑的破坏力 然后再趁机将它解决 刘振辉闻此满脸诧异 你都受伤了 怎么可以 没等他说完我一个剑步就冲了上去 任何生物都有弱点 更何况还是调瞎了右眼的巨蟒 于是我利用他右边的视野盲区来回闪躲 很快就将腰带缠到了他的脑袋上 眼看时机一到 我急忙示意刘振辉赶快行动 下一秒刘振辉就运转内力提剑而上 只是一击 就直接砍下了巨蟒的脑袋 刘振辉万万没想到 脖子竟然是巨蟒的弱点 难道师弟早就知道 才故意引导我砍下脖子的吗 可还没容他多想 就发现我已经贪软的躺到了地上 此时的我只感觉整个身体热的发达 看来要先说的没错 複蛇的毒液有很强的阳气 但这对我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 只要我通过运气行攻 去掉毒气吸收阳气 说不定我的精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可下一秒我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听实话了 动嘴了动嘴了 死鸡老刘振辉最终还是对我动嘴了 就在我身中舌毒瘫倒在地后 我整个身体就热得发烫 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 刘振辉见此第一时间将我抱起 他泪眼汪汪满是愧疚 都是因为我 失地才变成这样的 我一定要救他 想把他就将我轻轻地放在地上 紧接着就用嘴在我的伤口处吸了起来 我猛然惊醒地瞪大了眼睛 等等我的真操 于是我不停挣扎呼喊 刘振辉还以为是我舌头也中毒了 就又好心地帮我吸了一次 这让我整个人都傻了 刘振辉你个死鸡老 片刻后 我们开始烤起了鲜美的蛇肉 可以想到刚才的画面 我就不自觉地想吐 这是为我整脉的刘振辉告诉我 身体已经没事了 可让他好奇的是 我怎么会想到把蛇烤来吃 因为这种东西他还是第一次吃的 我则告诉他蛇肉可是大补的食物 不仅营养很高 还可以补充精力 填饱肚子后 我们又顺着巨蟒的足迹 找到了他的老巢 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山洞 刘振辉告诉我在这里 他能感受到很强的灵气 这让我不禁暗谈 他的气感很强啊 前世估计就是凭借这个找到这里的吧 随后就在我和刘振辉一起踏进洞穴后 他就猜测这里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广城断学 所谓的广城断学就是指 空同派先祖修道的地方 传说三百年前空同派出身的天下第一人 混元见第五集子 就是在这种地方与话登仙的 听到这我不由的舔了舔嘴角 那么这里肯定有很多补充精力的灵药 就在这时 刘振辉突然发现地上散落着一盒灵药 这让我断定刚才的盲肯定就是吃了这些弹药 在充分吸收灵气后就变成了巨蟒 很快我们来到了洞穴的尽头 看着宏伟的建筑 我不由的发出了一声赞叹 这时桌子上的秘籍引起了刘振辉的注意 三鹰真爵七杀剑 玄天剑 剑阳直等 都是些空同派失传已久的秘籍 这让刘振辉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看来这里就是古代仙师们修炼的地方 传说中的广城断学 随后他开心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 文词我也十分兴奋 这就说明洞穴内肯定还藏着很多宝贝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在经过刘振辉的同意后 我就第一时间冲刺起来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我必须要比刘振辉提早找到灵药 因为早一步吸收灵药 就有实力保护自己的后面 也能离自己的春秋大梦更近一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找到了一颗灵药 另一边 刘振辉也找到了一处温泉 可就在他准备上前查探时 我的一声尖叫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刘振辉还以为是我遇到危险 就马上赶了过来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满脸震惊 这事是弥陀圣水 他是由疾音之气经过千年时间汇聚而成 是世上最顶级的灵药 里面蕴含的疾音之气 更是对男性的经历百害而无一利 这种顶级灵药用在我这种废柴身上 简直太浪费了 可如果平分的话 灵药的效果也会跟着降低 所以为了振兴空铜派 还是师兄单独服用吧 刘振辉犹豫再三还是不同意 因为师弟你的资质太差 更需要灵药补充 而我则可以靠着修炼达到上乘境界 所以还是师弟吃下灵药 以后和我站在一起吧 听把我直接傻眼 这个榆木脑袋 竟把我之前的瞎话当真了 既然如此 就只能祭出杀手锏了 想把我就将他的手缓缓拉起 师兄 如果是我这个弟弟求你呢 我想把灵药让给师兄 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啊 闻此刘振辉脸上不由地泛起了一抹红玉 更是想都没想就硬了下来 果不其然 他还真是给予我的美顺啊 随后我告诉刘振辉 弥陀圣水是基因灵药 必须使用阴性内功才能充分吸收 刘振辉突然想到刚才发现的三阴真诀 旋即他就翻看密集开始了墨碑 见此一幕我不禁暗谈 他翻书的速度可真快啊 不愧是天舞之体的奇才 很快在被玩口诀后 他就缠好布条准备服用 既然这是师弟让给我的弥陀圣水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辜负他的一片好意 可就在他喝下弥陀圣水后 体内传来的感觉 让他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是一颗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灵药 可他却让我感到不寒而令 只因他蕴含着极强的阴寒之气 一旦男人吸收就会慢慢变成女人模样 这对于想要在酒池肉林中驰骋的我而言 简直是百害而无一利 于是我便将这弥陀圣水让给了刘振辉 可就在他服下的那刻 阴寒之气就开始在他体内疯狂四面 紧接着身体就冷得不停颤抖 心脏更是仿佛冻住了一板 见此一幕我顿感不妙 难道刘振辉无法控制圣水的强大阴气吗 随着刘振辉整个身体慢慢被薄冰覆盖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紧接着儿时的画面开始在他面前上演 乌鸦杀死了燕子一家人 所以他就杀死了乌鸦 这时心魔突然扭头看向刘振辉 你知道吗 为什么大家都在骂我 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本想让他吸收灵药快速成长起来 再依靠他的名声去捕获美人的方形 可现在看来他极有可能是被自己的心魔入侵了 虽然不愿意与他有身体接触 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好股票变成废纸 于是我开始给他输送起真气 师兄你快点吸收弥陀圣水的英气 然后念着三音真诀 配合我告诉你的穴道 引导阴寒之气 如果你不振作点的话 真的会走火入魔 而此时刘振辉也听到了我的呼喊 可心魔掐着他的脖子让他根本无法动态 眼看刘振辉越来越危险 为了我光明的前途 我也不能让他变成废人 刘振辉算你走运 你的师弟前世可是绝顶高手啊 想罢我又给他加持了一股强劲内力 而此时刘振辉还在为摆脱心魔控制拼命挣扎 随后他捡起一旁的石块 用尽全力就朝心魔的脑袋砸去 在摆脱掉控制后 心魔也彻底被激怒 还没等刘振辉跑出多远 他就一个剑步冲击 直接将刘振辉轰飞了树木 丧失战斗力的刘振辉一脸绝望 难道我就要这么毫无价值的 话没说完 一道声音突然传到了他的脑海 师兄不要放弃 紧接着一股强劲的内力 就注入到他的体内 师兄你要振作点 不要被眼前的心魔打败啊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吸收灵药 我会帮你扩张穴道 虽然会让我很痛苦 但只要能给你创造出机会 一切都是值得的 听到这刘振辉也打起了精神 师弟冒着危险帮我 我一定不能辜负他的心意 想把他当即起身发起了反击 只是一拳 就直接将心魔打飞 紧接着就盘息而坐 吸收起了弥陀胜水 心魔感受到他为了压制阴气 用光了所有内力 他才会趁机苏醒 所以只要能填补内力 那么击败心魔就很轻松了 可就在这时 心魔也缓了过来 二话不说就朝着刘振辉冲了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 我又急忙给他输送了一股内力 下一秒 数十根木棍就将心魔牢牢锁住 很快在刘振辉打通任督二脉后 心魔又击散束缚冲了过来 他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剑圣 也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缘 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 他的凶度为什么比普通男人的更加突兀 就在心魔冲散木棍再次朝刘振辉写来时 千军一发之际 他及时吸收了弥陀胜水 刑警是一个眼神 就将心魔打入了万丈深渊 与此同时 我也感受到了他的气息逐渐变得平稳 于是我示意他把阴寒之气送入百汇学 因为那样就离突破任督二脉的境界不远了 面对着我真心实意的关系 刘振辉一时陷入了恍惚 好像师弟从一开始就这样 一直在为我考虑 不仅把最重要的东西让给我 还在危机关头拯救了我 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我绝不会忘了这份恩情 就算全世界与你为敌 我也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片刻后 刘振辉终于成功地突破了任督二脉 同时外面的身体也进入了忘我之境 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 他的凶度为什么比普通男人的更加突兀 难道是因为弥陀胜水的缘故吗 想到这我顿时幡然醒悟 难怪前世的刘振辉看都不看女人一眼 原来是身体条件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啊 就在这时 一粗冒着红光的植物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但我走上前才发现 竟然是可以补充精力的红阳台 见此我开心地做了几组提纲运动 紧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现在正好可以趁此运气练功 本来应该把灵药的精气放入丹田 转化成内力才对 但这次我要把红阳台的力量扩散到全身 因为只有身体变得强壮 才能提高精力 虽然红阳台没有弥陀胜水那么厉害 但能得到一具百病不清的身体 也算是件好事 可就在我修炼结束后 却发现刘振辉竟消失不见了 难道他去洗澡了吗 既然这里是五脊子的密度 想必一定有浴池之类的吧 那么我也和他一起去洗洗吧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刘振辉一个大男人竟然对这件事十分抗拒 对此我也只好答应在外面等他 这让刘振辉松了口气 差点就被师弟发现自己是女人了 师父曾经说过 在江湖上只有男人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也会少遇到很多麻烦事 虽然刚才十分惊险 但好在吸收了弥陀胜水 如果不是师弟 我肯定就成了一个废人了 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人就只是我的师弟 想到这他脸上不由地泛起一抹红郁 心里更是产生了就算没有遇到困难 也想照顾师弟一辈子的想法 反应过来的刘振辉一脸惊诚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 我对师弟的感情 就只应该是师兄弟之间的有爱才对 因为无论是重建师门还是站在师弟身边 都是无法用若女子的身体去做的 我必须是个男人 与此同时 在外等候的我已经被洞穴的警官深深震撼 四处镶嵌的叶明珠足以说明当时空同派的财富 可由当时天下第一人混元见地五集子创立的门派 谁会想到如今会如此没落呢 50年前 在空同派遭遇屠戮后 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那就是天雷剑林白仙 由于空同派辉煌不在 上城秘籍也全部被烧 他一生也仅仅收了一个徒弟 那个孩子就是现在的空同派掌门人 伏魔剑客全英 虽然这个绰号听上去很帅 但江湖人都知道这是在讽刺的 因为这是想要吞掉空同派的邪道门派谐音会 为了嘲笑伏魔剑法的丢失特意给他取的 好在这次在山洞找回了秘籍 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五集子虽然并不是魏谷先知弄了这个洞穴 但对于现在的空同派来说 可谓是天下掉金子了 当时五集子为了隐居 抹出了有关洞穴的一切传闻 所以魔教才没找到这个地方 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 五集子为什么会把犹如圣地一样的密洞 从历史上抹去呢 要知道魔教入侵前 空同派可是甘肃第一门派 五集子也不可能提前预测到空同派的没落 难道仅仅是为了隐居吗 但让我更好奇的还有一点 前世的刘振辉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呢 完了完了 我的第一次又又又没了 但值得高兴的是 我和刘振辉终于破解了伏魔剑 就在我对前世刘振辉如何找到密洞 心声不解释 他恰巧从浴池中走了出来 师弟你也快去洗澡吗 见此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脸上更是不由地羞红起来 难道是弥陀胜水的缘故吗 他的脸好像比平时还要漂亮 想到这我直接赏了自己一拳 想什么呢 他可是个大男人啊 不过话说回来 刘振辉这小子确实越来越帅了 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我是不是也应该带个香囊注意一下形象 可很快我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算了算了 打扮得再好看 这张绸脸也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洗完澡后 刘振辉正在整理找到的武功秘籍 目前空铜派只有小杨心法 而在这里我们不仅找回了三阴真诀 还找回了所有那家气功 当小杨心法和三阴真诀练到顶级后 就可以学习更厉害的混元一气功 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 这里竟没发现混元一气功和伏魔剑法 根据前世东场的情报得知 刘振辉就是在这里得到的伏魔剑法 可宫中的情报绝不会出错 这就说明 五级子肯定是以一种别的方式留下了剑法秘籍 那么达到生死境的五级子 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留下剑法呢 这时刘振辉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之前我在浴池旁的洞穴里发现了一道巨大的剑痕 听罢我急忙是以刘振辉路过去看看 当来到目的地后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不禁赞叹 这简直太壮观了 师兄 这面墙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也无法施展伏魔剑法就打不开这个实地 但好在我会一点伏魔剑法的口诀 原来前世皇室为了制衡武林 收集了各个门派的绝技 并开发出了破解的招数 虽然自己并没有掌握所有的真传绝学 但由于空同派伏魔剑法很有名 自己就学了一点 所以我一眼就认出 这些剑痕就是五级子留下的伏魔剑法 想到这我嘴角不经上扬 这石墙后面肯定有五级子留下的好东西 随后我开始在这个洞穴不断探索 因为所有武功都有步伐 而这个洞穴的所有一切都是五级子给的提示 很快我就发现了地上的剑痕 于是我顺着剑痕开始找步伐施展的地方 最终我找到了一处被藤蔓遮住的石壁 带我一剑下去 只见几十道剑痕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由于五级子留在石壁的伏魔剑法太过深奥 我和刘振辉花了两天时间才解读了出来 期间刘振辉最先看出来石壁上的闪电型痕迹 就是从另一个石壁开始的伏魔剑法 而为了修复剑法我们绞尽了脑汁 并借鉴了所有空铜派的秘籍 然后再结合我的记忆 这才得到了正确口诀 接下来就是教他剑法的修炼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竟然给了一个大男人 可恶的刘振辉 你要抢走我多少个第一次了 就这样在我俩不懈的努力下 伏魔剑法终于被刘振辉学会了 可刘振辉却却看着长剑满脸质疑 现在只要向石壁使用伏魔剑法就行了吗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师父曾经说过如果不会混元一气功 就无法施展完美的伏魔剑法 我当即给予肯定 因为石壁上的剑痕本来就是 为了给剑法达到顶级的人准备的 如果师兄你不是天舞之体 我们甚至无法修复伏魔剑法 刘振辉询问道 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打开石壁吗 我则示意他不必担心 就算是机关装置 但毕竟是过了三百年的东西 只要能利用好气感 再配合伏魔剑法 就算没有达到顶级水平 也能一剑将它劈开 打开了打开了 五级子的密库终于被我们打开了 可让我震惊的是 剪掉我老二的王三竟又出现在了我面前 就在刘振辉学会伏魔剑法后 他却对能否打开石壁提出了质疑 因为师父曾经说过 如果不会混元一气功 就无法施展出完美的伏魔剑法 我则示意他不必担心 因为我心中早就想到了破解之法 毕竟自己曾经可是情报组织的老大 用气感解除机关装置的水平 更是全天下数一数二 本来要用伏魔剑法锐利的锋芒解开封锁 但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技术 所以除了核心装置外 其他装置根本无法区分剑气和气感 只要利用好这一点 就算打不到伏魔剑法的顶级水平 也能将石壁轻松打开 很快在我的一番操作下 我向刘振辉点头示意成功了 刘振辉当即心领神会 紧接着便开始为施展伏魔剑法做起准备 见此一幕我嘴角不经上扬 刘振辉尽情施展你的才能吧 今生的你会和前世不一样 说着刘振辉就开始迈起步伐 紧接着一个冲刺上去的同时 难道惊涛骇浪的剑气也顺势落下 下一秒狭窄的石壁竟缓缓打开了 刘振辉激动地握住我的双手庆祝 师弟你好厉害啊 真的谢谢你 居然还让我学会了空铜派的镇山绝技 我则提醒他现在还不能高兴太早 我们去确认下午吉子留下了什么吧 可当踏入石壁后 我就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却发现 自己的双手已经被铁链锁得结结实实 而面前两个人也好像在嘀咕着什么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那个前世剪掉我老二的男人扭头 给我打起了招呼 剑抓我神情一震 竟然是王三和皇宫的终界商张贤 这让我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原来是进入石壁后中了幻树啊 该死的混元见地武吉子 竟然让我看到这个恶心的幻觉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这时王三一脸音效地走了过来 小家伙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 毕竟在宫里生活总比饿死在外面好吧 而且说不定你还会成为一手遮天的大宦官呢 到时你可别忘了我和张贤的大恩了 说到这我顿时火冒三丈 他说的没错 我在前世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但是有权有势又如何 到头来还不是一个想战都站不起来的死太监 想到我的体内就迸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虽然重生后我的身体失去了所有魅力 导致时间逆流这个结果也很正常 但是我的精神力却没有消失 凭借着这一点我轻松地摆脱了束缚 还不等二人有所反应 他俩就瞬间被我冰封了起来 如果现在这一切是发生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的话 那么我的武功绝对不会消失 旋即我手指一勾 下一秒数条冰锥直接把他俩戳成了冰炸 虽然不知道张贤如何 但王三早就被我亲手解决了 这么粗糙的幻术怎么能骗得了我 可就在我出神之际 幻术的场景竟悄无声息地转变了 这时一只牵牵御手突然从我身后摸来 但我反应过来后 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了向王的九十肉林中 相公你真厉害 消消气快来抱抱我 这让我不喜烦恼 真是煞费苦心啊 为了迷失我的心智 竟量身定做幻术镇 但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 除非是两情相悦的云语之乐 所以无论在幻影里出现多美的女人 对我来说都没用 想到我直接一拳将幻境打碎 可紧随而变的场景却出乎了我的预料 只见一个散发着浑厚内力的男人正朝我走来 还没等我询问对方的名字 下一秒男人就提前朝我发动了攻击 看着这般压倒性的气势 我心中顿时有了答案 没错 这个人就是三百年前挡住魔教攻击 拯救了武林的空同派最强高手 天下第一人 混元见地武吉子 我一边闪避一边解释我不是敌人 武吉子却认为我在说谎 因为他早就看出了我精神历史绝顶高手 但身法却连三流都达不到 灵魂上还充满了逆天之力 你要怎么证明你不是魔教的奸行呢 此时的我已无力再战 眼看灵力的剑气再次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我突然转身运转起小阳心法 向他跪拜 空同派镇山弟子李哲秀 拜见祖师爷 见此一幕武吉子满脸震惊 拧接着就强行改变了剑气的攻击方向 一阵沉默过后 武吉子收起兵器哈哈大笑 你这个徒孙很聪明啊 既然能运出小阳心法 看来你肯定就是空同派的弟子了 说吧他一手将我扶起 考验到此结束 我是混元见地武吉子在三百年前残留的意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 同时具备了逆天之法和神仙之道的徒弟 我起身反问 这有什么问题吗 就算我用了逆天之法 不还是空同派的弟子 武吉子并没理会 而是自顾自的嘀咕起来 以一致疑 难道这是老天的意思吗 没错 想要应对逆天之法 也要学会使用逆天之法才对 这让我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以一致疑 逆天之法 我只是希望重新长出老二 享受云与之乐而已 但想要达成目标 现在还需要确认一件事才行 于是我向武吉子询问道 混元见地在石壁后留下的遗产是武功吗 武吉子也没想到我竟这么直接 如果我说是呢 文词我急忙弯腰行礼 那么拜托 请不要把武功传授给我 能不能传授给和我一起来的师兄吗 因为我只想成为二把手 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只要练好这次找回的空同派秘籍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振兴空同派的重任应该交给刘振辉 只要能得到混元见地的指点 他就一定能得到一股很可怕的力量 听到武吉子摇头苦笑 你居然这么蠢 你还不明白吗 你命中注定会来到这里 因为将来一定会再次降临逆天的凶星 我还是没能听懂他的意思 混元见地是阻止三百年魔教入侵的大英雄 当时的他应该解决了全部魔教才对 可他现在说的意思 难道是魔教还会卷土重来吗 完了完了 我憧憬的云语之乐又又又多了两个未知隐患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渴望破碎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见地的武功传授 就在武吉子告诉我将来一定会降临逆天的凶星后 我一脸猛逼 混元见地是阻止血教入侵的大英雄 当时的他应该解决了全部教徒才对 可他现在说的意思 难道是血教还会卷土重来吗 血教是由天魔神教极端势力组成的第三方过激派组织 三百年前 血教的老大血尊带领众教徒在混乱期进行了无差别途路 传闻当时不仅血流成河 甚至统治中原的元朝皇帝也仓皇逃跑了 就在血教占领没有主人的中原后 混元见地武吉子带领武林盟 在潘洋湖与血教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终武林盟获胜 惨烈的潘洋湖大战后 明朝也随之建立了起来 武林也从皇室那里得到了官武不可亲的特权 这也是皇室承认了武林盟打败了血教 这时武吉子回应不能再继续泄露天机了 对此我愤恨不已 该死的 看来这个情况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 前世血教没有任何动静 可这一世我的人生轨迹早已截然不同 如果血教和魔教两股势力同时入侵中原的话 想到这我牙关紧咬 本打算让刘振辉维持中原的和平 自己过上躺平的好日子 可现在却多了两个未知的隐患 一旦战争发生 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担忧 届时和我一起恩爱的妻子们 如果因为战争心力交瘁 最终暴汗入土 这该由谁负责呀 一想到这我顿时气的浑身打战 我绝对不要这种未来 也不要九池玉灵中有这样的担忧 更不能允许我的乌托邦有任何的不安和悲伤 想把我的想法也产生了转变 既然见地选择了我一定是有理由的 反正最终是让我变强根本不需要犹豫 所以这次的机会 只能由我得到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要取代师兄成为振兴世门的主角 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以后美好的生活多一层保障 这时五级子突然开口 做好接受指导的准备了吗 我贼一脸不解 还能有什么准备 我是空同派的弟子 应该已经具备资格了吧 五级子当即揭露了我的内心 在幻觉中想着九十玉灵的家伙 嘴上倒是挺能说 你该不会打算把本派的镇山绝学 用在那种低俗的快乐上吧 这让我冷汗不禁一出讹角 沉默片刻后 我向五级子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我的目的并不低级 云语之乐乃世间自然原理 况且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我没有被幻觉迷惑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我只想和喜欢的女子 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怎么能把我和那些邪魔外道 相提并论呢 听完五级子不免有些头疼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哲学 这让喜欢你的那些女人们怎么想 她们会因为极度而感到痛苦的 文词我信誓旦旦地保证 我不会做自己承担不了的事情 所以你说的那种事 绝对不会发生 看着我坚定的神色五级子 也只能无奈大笑 我承认你的报复不错 毕竟能对抗逆天的人 脑子不正常也是应该的 随后五级子准备将武功传授于我 并告诉我要抛弃以前积累的星象武道 文词我求之不得 这种太监的武功就算用不了也没关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恨不得让这种武功从世上灭绝 五级子当即夸赞我觉悟很强 紧接着就向我传授了空同派武功的吉奥 混元五级道 只要把阴阳传道的庙里施展在大宇宙上 再将二和神功修炼到最高层 就能领悟到混元五级道 最后他还不忘提醒 我同时拥有逆天之力和神仙之道的徒弟 你一定要努力修炼二和神功啊 这是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在看到躺在我身边的刘正辉后 我急忙将他叫醒 刘正辉告诉我刚才他看到空同派被毁了 我向他解释这是见地留下的幻境 在刘正辉还没回过神来时 我突然发现了摆在不远处的一个神秘箱子 想必那就是见地留下来的二和神功吧 可就在这时 头顶开始不断有碎石掉落 我当即意识到这是因为 见地维持在这里的力量消失了 眼看山洞即将坍塌 我赶忙跑到宝箱跟前拿出了二和神功 随后就和刘正辉一同朝着出口的方向跑去 在成功脱离险境后 我和刘正辉同时长出了口气 虽然密洞彻底被毁了 但好在带出了失传的武功 这时刘正辉事已该回去了 我欣然地同意下来 但在回去之前 我还要再去一个地方 空同派的独门绝技终于势而复得 风华绝代的小师妹也即将闪亮登场 此时小男孩拿着行李呆呆地站在原地 脸上也流露出一丝担忧 原来自从他去空同派寻求帮助后 却迟迟没有听到我和刘正辉的消息 想把他就自责地流下了眼泪 都怪我 如果因为我两位哥哥出事了 可怎么办呢 这时母亲的呵斥声传来 爷爷身体不舒服 连你都要给我添乱吗 而爷爷言语中也有些不舍 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母亲点了点头 表示家里已经够穷了 现在连唯一的经济来源畜舍也没了 我们得去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地方 就在这时 我带着刘正辉赶了过来 我们是空同派的弟子 我叫李哲秀 这位是我师兄刘正辉 之前您的儿子 请我们抓毁掉畜舍的坏人 这件事我们已经解决了 听到母亲满脸惊讶 你是说我 我们家英识吗 而小男孩看到我俩后 更是激动不已 下一秒就大喊着哥哥朝我们哭来 我先是告诉小男孩 毁掉他们家畜舍的事 变成怪物的大蟒蛇 随后又对他表达了感谢 多亏了你的举报 才避免了更多的损失 说着我就从行囊中摸索起来 这是大蟒蛇体内的内单 只要你爷爷吃下它 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在和小男孩一家人道别后 刘正辉望着远方发起了呆 如果我们能在墙点 是不是就能多多报答 那些支持空同派的人了 这是我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们得抓紧时间回本山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虽然这次通过小男孩 和大蟒蛇得到了起源 但也让我背负了巨大的使命 前世刘正辉没有得到伏魔神功 伏魔神功也没有出现在世间 然而密洞还是崩塌了 这就说明前世也有人 像我们一样找到了密洞 如果那人是血教的后裔呢 如果他们为了防止 重蹈覆辙而摧毁密洞呢 如果他们在前世 躲过了东场和西场的情报网 藏身于遥远的地方策划阴谋呢 所以看不见的威胁时刻都在行动 以后要更加小心才行 片刻后 我和刘正辉终于到达了门派脚下 虽然得到了起源让人很开心 但我们该怎么向师父 解释我们私自离开的事情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师父的声音 在确认是我和刘正辉后 他脸色顿时大变 下一秒就直接赏了我俩一记飘飘犬 你们知道我一直在找你们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给我一五一时的说出来 在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师父再次向我询问情况是否属实 我点了点头急于肯定 并拿出了从密洞得到的夜明珠 看着失而复得的秘籍 师父激动的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我不是在做梦吧 先祖们重振师门的遗愿终于有希望了 想到这师父突然将书和尚 虽然你们私自离开的确犯了错 但是你们也立下了找到本门绝学的功劳 所以这次就不追究你们的过错了 说罢就一把将我和刘正辉拥入了怀里 片刻后 师父也终于完成了伏魔剑法的超路 旋即他就将目光放在了那颗价值不菲的夜明珠上 有了他以后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这时我突然开口 二合神功和夜明珠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 师父满脸不解 二合神功倒是好说 但门派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所以不得不把夜明珠卖出去 可我的提议其实是在听到混元见地那句逆天的凶星后 就开始思考了 虽然见地没有具体说明违背天意之类的话 但无论对方是谁他一定代表着血教 因为前世国家已经将他们彻底剿灭 所以情报部门也没有过多关于血教的信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己前世启动的转生大法 正是来自血教的古老秘书 他们往往都伪装成医生来维持生计 那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回老二 所以江湖武林的黑暗我也没有过多干预 但今生就不同了 到现在我还没有和爵士美女牵手 也没有享受云语之乐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恢复伏魔神功是愚蠢的行为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魔爪何时会生过来 所以想要对付这些幕后黑手 我们也必须要静悄悄地培养势力 于是我向师父解释现在是重建世门第一步 而且夜明珠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 如果我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 一旦被别人盯上 说不定会带来灭门之灾 师父听罢也赞同了我的说法 听说最近黑道帮派谐音会气焰震慑 看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 随后在将密宝锁好后 师父看着我们淡淡一笑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们一起去空同客栈吃一顿吧 闻此我先是一愣 紧接着眼神中就充满了期待 因为那里正是白道第一花出现的地方 很快 在师父的带领下 我们就到达了位于门派山脚下的华亭县 看着这里满是萧条的景象 我满脸疑惑 这里真的有地方可以下馆子吗 师父则表示以前这里有很多接待访问空同派的客栈 但随着空同派的没落 这里的商圈也大不如前了 特别是在被谐音会掌管后 街上的气氛就变得更加凶险了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华亭县的最后一家店铺空同客栈还在营业 随后在抵达空同客栈后 我抑制不住地表达了内心喜悦 第一次和本门的人一起外餐 没有比来空同客栈更有深意了 可在踏进空同客栈后 相较于外面的萧条 这里却呈现出了一副热闹的景象 这次客栈老板徐广远急忙上前行李 掌门人好久不见 一阵寒暄过后 他就将目光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师傅向他介绍 这是本派新收的入门弟子李哲秀 又告诉我徐广远在空同派的财政上 提供了很大帮助 闻此我急忙弯腰致血 徐广远则略显激动地回应 有这么彬彬有礼 气概不凡的弟子进入空同派 我相信空同派的威名 一定会在不久后重新响彻整个武林 这让我满脸错 只是和他打个招呼 他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可当我向周围看去却发现 这里所有的客人 好像都在为我加入空同派 而感到十分高兴 反而徐广远见此 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神色 小兄弟是不是吓坏你了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 说到这 他的脸上又多出了一丝自豪 这里都是希望空同派能够振兴的人们 人目的就是铲除 那个压榨百姓的邪道门派谐音会 说到这一个男人 突然拿着布袋来到了师傅跟前 见到您很荣幸 希望这笔钱 能给空同派的重建带来帮助 师傅当即表达了感谢 并向众人保证 自己的两位徒弟 一定会振兴空同派 随后师傅又向徐广远询问 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女儿 我想把他介绍给哲秀 徐广远则回应夏琳去送东西了 现在应该差不多该回来了 闻此我心头一震 紧接着就不断地向四周查看起来 客栈老板的独生女 被称为白道第一花的 徐夏琳终于要出现了 上一世重建空同派的是 刘振辉和徐夏琳两人 如果说刘振辉是空同派先锋队的话 那么徐夏琳则是门派的大总管 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权人物 因拥有混血特有的美貌 不仅在江湖上留下了 白道第一花的名号 还因他冷酷的性格和强横的实力 又被人们誉为冷魂见机 更有甚者还专门为他成立了粉丝俱乐部 而他们最大的渴望 就是能死在他的剑下 想到这我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我李哲秀怎么能放过这样一个美人呢 快点让我一堵那清晨的滋容吧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缕划若思断般的秀法 这让我的期待直瞬间拉满 可下一秒出现在我眼前的 竟是一名娇小可爱的小女孩 见状我满脸震惊 什么呀 白道第一花居然还是个孩子 但很快我就反应了过来 现在是五十年前的过去 她现在应该是个比我还小的妹妹 虽然是个美少女 但看着这丫头反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皇上 也瞬间扑灭了我想要征服她的想法 就在这时 徐广远突然摸着女儿的脑袋介绍道 这里是空同派的掌门人和弟子们 你快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徐夏琳满脸不情愿地说了声你好 文词我先是一乐 紧接着就被她那副可爱的样子 迷得神魂颠倒 看来我得收回刚才的想法了 是个小妹妹又如何 她以后可是未来第一美女啊 想要成为她的好哥哥 必须要一开始就积攒好感才行 于是我急忙摆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 我是新入门的空同派弟子李哲秀 很荣幸能见到徐小姐 可换来的却是一双充满敌意的目光 紧接着就二话不说地朝房间跑去 连个平民百姓都保护不了的窝纳门派 有什么可认识的 无论是空同派还是整个武林 真是让人感到厌恶 我只是简单地运行了阳刚气功 而二进不受控制地站起来了 但令我更加甘大的是 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人敲响我的房门 就在徐夏琳气冲冲地跑回房间后 徐广远就第一时间表达了歉意 还请各位见谅 小女可能有点怕生 然而她的举动却没让我感到意外 因为根据前世情报所知 在一次邪派之间的打斗中 她的母亲不幸被卷入其中去世 而身为这里唯一的名门正派空同派 却没能提供一点帮助 所以她心生怨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随后在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后 徐夏琳又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虽然此行结果并不是很完美 但好在认识了传闻中的白道第一话 也算没白来一趟 可就在这时 刘正辉突然凑到我的耳边轻声问道 师弟 今天的外餐你喜欢吗 现状我顿时一惊 紧接着就快速地拉开了距离 喜 喜欢 非常喜欢 闻此刘正辉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见此一幕我满脸黑鲜 这家伙的脸怎么越来越好看了 以后夏琳进入空同派后 喜欢上她该怎么办了 想到这我整个人顿时不好了 第一欧巴的位子绝对不能让她抢走 于是我当即向师傅提议以后 可不可以定期出来外餐 师傅满脸不解 是喜欢这里的味道吗 我则告诉师傅 虽然这里的味道很美味 但没想到空同客栈 为门派的重建做了这么多贡献 所以一见到他们 我就有了努力进取的动力 闻此师傅满脸欣慰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可他不知道的是 我的内心早已打好了算盘 比起外貌第一的师兄 先和徐夏琳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等时间来到深夜 我就开始为下次见到徐夏琳做起了准备 在提纲运动和欧克运动练到一定程度后 接下来就是强化精力的必备运动 那就是靠着老二的力量支撑重物的 悬挂运动 既然从密动得到了那么大的成果 老二当然要变得更强了 想把我先是深吸了口气 紧接着就开始疯狂地摆动起来 再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磨练 悬挂物也从最初的小石块慢慢变成了大石砖 一年后 我一脸得意地看着自己磨练的成果 完美完美 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精力男 可就在我准备趁时运行阳刚气功时 老二的反应却直接吓了我一跳 该死的 又出现副作用了 原来在密动遇到混元见地后 我的内力就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只要使用阳刚气功 我就会本能地站起来 而至今自己都没搞清其中缘由 如果经常站起来 肯定会被人当成变态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刘振辉的呼喊 这让我顿时气愤不已 为什么每次这种时候总有人来打扰 于是我只好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 打开了房门 师兄有什么事吗 刘振辉见状满脸疑惑 师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在得到我的否认后 刘振辉便扭扭捏捏地说出了 要和我一起下馆子的消息 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见状我一阵庆幸 还好我的老二没被发现 不过师兄好像有点变了 是因为想要快点见到徐夏琳吗 画面一转 徐夏琳将茶送到了我们桌上 可还没等我道歉 他就二话不说地跑开了 见状我嘴角微微一笑 因为相较于第一次见面时的亲密 这次他的态度很显然好多了 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平日里热闹非凡的客栈 这次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 就在这时 徐广远上前跟我们打起了招呼 两位公子好久不见了 还是上次点的那几样了 我当即急于肯定 可就在他转身离开之际 身体竟不由一软差点摔倒 见状我急忙将他扶住 并询问他客栈是不是出事了 闻此徐广远也决定不再隐瞒 我们空同客栈可能要关门了 因为谐英会那些混蛋 他们常常对华庭县的商人 收取高额保护费 以此来扩张势力 但是几个月前 他们开始把空同客栈当成目标 不仅在客栈门口 故意制造冲突影响生意 还恐吓商人不准和客栈来往 即使我想坚持下去 可没有生意亏损的钱也越来越多 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怕继续下去 连夏琳也会受到波及 听到这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讨厌五人的徐夏琳 进入空同派 是因为父亲受不了谐英会的刁难 谐英会虽然只是个黑帮组织 但他们背后的势力 却是四川大黑帮黑龙帮 而已经没落的空同派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想徐大人现在一定很难受吧 被卷入五人们的利益之争 而又做不了任何选择 就在这时 客栈的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带我们闻声看去 只见几个谐英会的帮派成员 正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你不是说今天还不了钱 就把客栈交给我们吗 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 你到现在还没清醒吗 如果没钱就把女儿卖了吧 说着一人就直接控制起了徐夏琳 没想到母亲像鬼怪一样的家伙 女儿竟这么漂亮 今天开始你要在我们店里工作还钱 说爸就将他往门外拉去 这时我突然开口制止 紧接着就朝那人丢去了一双筷子 下一秒筷子就精准命中了他的手背 见此一幕 其余二人急忙拔刀叫嚣 黑色五福逆太极花纹 一个区区没落的空同派 也敢对我们动手 然而受伤的那人 却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大哥 重点不是这个 那家伙居然站起来了 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生死打斗 我的武器却只是一个普通勺子 可还没等恶霸们高兴两秒 就被我一招直接敲碎了鲜活的昆带 就在我出手拦下闹市的谐音会成员后 由于运转魅力的缘故 我的老二竟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了 这样被我痛击的小弟震惊不已 大哥 那家伙的家伙居然站起来了 闻此我急忙摆出了一个妖娆的姿势 就在这时 刘振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只见他满脸通红的询问 师弟 刚刚那是为了扰乱对方所使用的武功吧 这让我内心不由一己 这家伙为什么红着脸呢 难道他真的对男人有兴趣吗 这时谐音会成员突然发出了阵阵嘲笑 随时乱应的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啊 看你长得像个小白脸 还以为是个太监 没想到居然还有个一举晴天的家伙 说到这他们突然话风一转 但是 你们惹怒了谐音会 这可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呀 听把我不慌不忙地从地上捡起一个勺子 想要我们付出代价就尽管来拿 不过要是失败的话 你们会失去那对鲜活的昆弹 听闻此话 谐音会的成员们各个愤怒不已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我便把保护徐氏夫女的任务交给了刘振辉 徐广远健壮满脸担忧 李公子一个人能对付过来吗 刘振辉则示意他不必担心 虽然师弟刚才闹了一个笑话 但他还是很厉害的 而此时谐音会的成员们 也开始对我发起了攻击 在轻松躲过一击挥砍后 我便瞅准时机做出了回应 仅仅只是一招 便直接敲碎了三对鲜活的昆弹 就在这时 师傅突然推门而入 对不起我来晚了 刚刚去见了一名愿意 给予门派资助的商户 可当他看到里面混乱的局面后 惨绝人寰的一幕 让他下面不由一己 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得知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 师傅当即赏了我和刘振辉一拳 简直是胡闹 这么做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闻此我当即向徐大人表达了歉意 非常抱歉 给客栈添麻烦了 而徐广远却向我表达了胆谢 如果今天不是李公子出手 不仅客栈要被他们抢走 可能我的女儿也要被他们迫害了 听到这师傅顿时愤恨不已 真是一群无恶不作的家伙 本掌门这就去解决了谐音会 闻此徐广远无奈地摇了摇头 感谢掌门人的一片好意 但谐音会背后有势力更大的黑龙帮 所以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连累到空同派 说着他就将话题转移到徐下林身上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拜托掌门人帮我照顾好林儿 掌门人当即给予同意 可就在这时我却突然打断了两人 因为这样下去 徐下林虽然像前世一样进入了空同派 但这却不是最好的方法 他小小年纪就因武林纷争关掉了自己的心房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减轻他内心的伤痛 人都有两只眼睛一对耳朵 并不是让我们遇到事情就想着逃避 见到对待自己像家人一样的人遇到困难 却视若无睹 本派这样怎么算是名门正派呢 听闻此话师父顿时陷入沉思 你说的没错 作为空同派的掌门人 看到弟子行侠仗义应该是可喜的事情 那么你有信心面对黑龙帮吗 看到师父同意我急忙拍着胸脯保证 我想用本派的名义 向黑龙帮发出比武妖帖 倒是无论对方是谁 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师父满脸错愕 比武妖帖 他们会愿意应战吗 文词我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那就要逼他们不得不应 很快比武的妖帖就送到了谐音会内 看到文字的谐音会老大满脸气愤 三对二车轮战 空同派派两名弟子和三名黑龙帮成员比武 如果失败的话 空同派就封门五十年不再过问江湖事 要是取得胜利 黑龙帮就和谐音会一起彻底离开话亭线 看吧老大突然开口 虽然这个条件对我们有利 我们也有像黑鞋龙卫少年这样的强者坐镇 但不能因这点事就给黑龙帮的大人签麻烦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他上空传来 带老大回头看去 只见一条两米二的大长腿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来人正是黑龙帮画面虎见吕依林 接受他们的腰帖 到时我会亲自参加 文词谐音会老大满脸疑惑 这点小事我们谐音会就能解决 吕依林再次开口 现在整个华庭县都传遍了 一个少年仅用一个勺子 就把谐音会的人敲成了太监 没错 在发出腰贴前 正是我将这个消息散播到了大街小巷 甚至我还扬言黑龙帮也是个小菜鸡 听到这谐音会老大急忙下跪求饶 对不起吕大人 是谐音会害得黑龙帮微信扫地 吕依林拍了拍他的肩膀冷冷开口 这次我会亲自出手 所以下次就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与此同时 我正一边做着提纲运动一边沾沾自喜 这个主意简直太完美了 为了良民打败横行霸道的邪派 想想就让人有点小激动了 至此以后那些绝世美女们 一定会主动投进我的怀抱里吧